好 那么接下来这第一个问题呢 他是想关于这个劳资纠纷的 他说他们餐厅的服务生所得到的小费都是全公司一起分的 但是其中一个服务生觉得很不公平 他说所以就找了一个律师来告取这个公司 说公司窃取他的小费 那么像这种情况他想请问一下 劳工保险可不可以来理赔呢 我们赶快请出复杂商业保险的保险规划师 有惠美小姐来帮忙解答这个问题 有小姐你好 早安 早安 这个不是员工受伤 但是呢如果是员工要告老板的话 他不是劳工保险来陪用 因为他自己是觉得说 哇他素质到不平等的对待 那为什么他自己很会拿小费 然后小费拿这么多还要跟别人分 所以是不是老板有提示他的问题啊 或者有其他什么不公平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老板要买一个叫做 雇主责任险的一个责任 才能够做这个赔偿 那做这个赔偿的部分呢 包括老板可能要请律师来辩护啊 那如果这一个人都已经找律师了 老板自己回答的话 可能方方面面没有办法回答得这么完全 在自己做辩护的部分可能没有那么正式 那通常呢在餐馆保险里面 你可以附加一条这个上去 就是说叫做雇佣责任险 然后加上去之后呢 不管这个员工告老板是说你这个薪资 这个下半时间我多待十分钟 你没付我 或者是呢你帮我的这个 同一天进来的这个其他人加薪了 但没帮我加 你升职了没升我 或是他觉得说言语伤害他 他自己觉得说有被歧视的情况 都把这条加进去老板就会有一个保障了 那其实很多餐馆保险是可以附加这一条的 只是很多老板没有注意到啊 那到底你把人家的这个小费分掉了 这个有没有合法 这个有没有合规 这个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法律的问题 或者是你们内部的这个当初合约是怎么签的 有没有白紫黑字还是都口头的协定 但是只要有这样的纠纷 你的保险里面你只要当初 你的保险规划是有帮你放进去 就会有人正式的来帮你做这个 一个辩护哦 所以也许你保单里面已经有 你把它打开来 去找这个叫做雇佣责任险的这一条就可以了 叫employer practice liability 就是老板雇主的这个责任险 哇哦 所以这个保险的分类是非常的精细 非常的多 所以呢 这不明白的地方真的是不要想 当然自己去处理要联系我们的专业保险师哦 然后这件事就行了 好